防晒多重要 你看这个小甲丝钉他的额头啊 因为他上期额头有这个刘海 所以他的额头比较没有光老化 如果你的皮肤看起来像这个 你的皮肤看起来像这个 这个其实呢 它是明显的光老化 它其实可以在你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 如果你今天超级喜欢冲浪啊 你超级喜欢在海边晒太阳啊 你20几岁就会开始出现这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是20几岁 你开始有眼尾有一点点的小细纹 然后有一点点颜色 不要担心 我们开始正确的保养乳涕 例如说像你可以找一些 玻尿酸的精华液 或是摸起来水水的保持乳液 例如说像这个 第二个呢 洗脸洗两次 早上要洗两次 晚上也要洗两次 因为如果你没有洗两次的脸 你的脸上面的油脂啊 分泌物啊 老费角质啊 外来的一些过敏源啊 或是那些脏空气啊 那黏在你的脸上 你洗一次 绝对没有洗干净 第三个呢 就是使用A酸A醇A醇 你可以试试 这个A酸 这个A醇 这个A醇 再来 第四个 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开始使用抗氧化剂 早上维他命C 一个很棒的抗氧化剂 晚上A酸A醇 第五个呢 其实例如说你今天看 你往上抬的时候 你有一些纹路啊 当然可以用医美小小的作弊一下 就是打一点肉度 第六个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每天擦防晒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喜欢擦防晒 因为我很不喜欢那个油油的感觉 那你一定没有试过 非常清爽型的防晒乳 那我会推荐给你 我们的清爽无负担的 没有颜色的防晒 就是这罐啦